大家好 我这盆金枝叶栽培了一年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盆非常小 容易倒伏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给它换盆 首先就是控水 让盆土干 这样更有利于脱盆 给它拍打一下盆壁 让盆土更加疏松 金枝叶的根系 都是一些细根 我们脱盆的时候不要伤到这个组根就可以了 把一些细根去掉 有利于它重新萌发新的根系 因为新根是吸收能力最强最有活力的 这样就可以了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金枝叶的生长实性 我们要选择 撕松 透气 白水性好的 沙子土 河沙 花生壳 6份 主要是白水 透气 煎4份的 营养土 营养土 养分多 保水 保肥 疏松透气 直接混合 就可以了 充分的搅拌均匀 为了让这个 沙子土壤的更加保水 保肥 含有丰富的腐气质 我们可以混合一些 发酵服输好的 羊分 混合 主要是增加土壤的 腐气质和有机质 更有利于植物的根性生长 以后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小勺的 花果专用型的 控制富豪肥 主要是含有丰富的 甲岩素 甲岩素能促进 植物的根性生长提高光好作用 能促进植物呢 快速的长老装 好 因为是潮土上盆的 我们不需要马上给它浇水 等过上两三天再给它浇 浇 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能让它快速的 出尽生根 然后呢 把它放在通风 凉好阴凉的地方 养护 一段时间让它覆盆 就可以了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